小伙伴看看我发现了啥 地上居然有神秘掉落物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 采集系统是每个生存游戏必备的 正常来说采集原材料 只是会掉落一些基础物资 让小强发现 灵命觉醒玩出了新花样 来来来 小伙伴们瞧好了 这天我在红木林地采集草棉 结束后发现地面出现神秘掉落物 把它打开 看里面有啥宝贝 剥取制作高级装备必备的稀有金属 还有配件图纸跟防荡假面补给箱 最绝的是还能开出150精卷 我只是单纯采集原材料 居然还会给这么多好东西 要是一起遇到 岂不是林柯也能当大佬了 对了 这神秘掉落物是采集全部资源会掉落 还是只有在采集草棉的时候才会出现 话不多说 赶紧把各种材料都采集一遍 挖矿 抗树 手都撞冒烟了 都没看到一次神秘掉落物 采集草棉放松下 我去从白天刚到夜晚终于出来了 赶紧把他跑出来 看看这次会爆出什么宝贝 nice 这次物资比之前的还要高级 虽然没有精卷 但有金色品质的碎撞 而且这次同样是采集草棉时报出来的 两次可能不够说服力 但要是连续三次呢 小伙伴们请看 我来表演一个魔术 那又是神秘掉落物 这次的物资更绝 稀有金属跟碎撞一起来 而且在升级里 采集原材料没有数量限制 我们可以一直采集草棉 爆出神秘掉落物 哪怕林柯也能将装备等级拉上去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 拜拜 拜拜